听说馒头的发明并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为了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来 小伙子 吃个馒头压压惊 卡 不对 冲来 这说起馒头啊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人物 诸葛亮 相传这三国之期啊 诸葛亮带兵 征伐难瞒 行军来到卢水以来 因为人烟稀少 瘴气很重 水中有毒 士兵害怕 不敢渡河 士气很低啊 主公 我心神焦虑 累得像条狗 想回家躺平 你可真调皮 狗哪有你这么累啊 不灭 就在这时候啊 诸葛亮手下的一个谋士提出 用抓到这南蛮俘虏的头颅啊 去祭祀和神 保佑大军顺利渡河 哎 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我的轿子还得他们排 哎 不如这么办 随后啊 诸葛亮便命人 用面粉加水 摇成面团 捏成人头的样子 放在锅中蒸住 并取名馒头 代替南蛮人的人头 头将弃神 养养养养 主公 卑职对您的敬仰 要是滔滔江水连变不绝 又是黄河泛滥 听听听 我从未见过 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被称之 后来啊 这种面试 便被流扯了下来 但是人们觉得 馒头的名字 上师单听 慢慢的就被改成了馒头 一眼用至今 这其实啊 三国师系的诸葛亮 不仅是个军事家正乡 还是个美食家 你知道诸葛亮 还发承了什么美食吗 我们评论区的信 我是马上师 我和真有差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